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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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每天都要吃米饭 日本的大米就那么好吃吗 但是连粽子甜咸 豆腐脑甜咸 都能上升到派系斗争的人类 怎么可能定出一个统一的好吃标准呢 哪怕秋春米饭 有人爱吃粒粒分明的 有人爱吃粘粒成团的 有人爱吃柔软的 有人爱吃有嚼劲的 于是日本农业工作者为了顺应需求 一拍脑袋奔向了丧心病狂的研究 如何让大米更好吃的不归路 为了开发出各种特性的品种 从育种开始 农民们就开始把大米们往桂圈争 使劲折腾 比如用黄金芹和月光米 交配出来的日光米 又反过来和月光米交配出了森林里的熊 除了折腾品种 在种植大米的过程中 日本人也是十分折腾 就拿育苗阶段来说 也就是有种子慢慢成长到 可以插秧的阶段 小苗们成群住在温室里 每小时都要记录温度湿度变化 冷的时候加衣布 热的时候开窗户 再热还要开风扇 还要注意有没有生虫生病 烂根发霉 这简直是在养孩子啊 而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 嗨 大米 为了长期保鲜 延缓衰老 达到冻灵的效果 通常在十摄氏度左右的干燥地方 冷藏起来 这样可以尽量让沉米和新米一样好吃 今天 在日本出售的大米中有几百种 为了拯救选择障碍患者 日本古物鉴定协会出现了 他们每年都会对大米进行严格的鉴定 鉴定过程既有机器特定 也有官能测试 也就是专家来吃 鉴定后会对大米进行评级 并且公开最终结果 所以如果想要购买最优质的日本大米 认准特A级准没错 同时 别被日本天价大米的传言吓到了 就算是年年拿到特A级的月光 一般和人民币不过二十元美金 普通的大米从七元到十五元左右不等 堪称物美价廉 或许你也可以从中尝到 日本人对米饭迷恋的滋味 演唱失常在结果的外表 亭奏的那里 是左右当中尝出 Any향 能不一定要加速当天 本家认识的事